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 那相信大家如果印象还深刻的话 之前我曾经在虾皮上买过一个TF Cup 因为它卖的超级便宜 卖99块吧 而且是华为的 然后我拿回来实测 它大概实际容量只有4GB左右 那它是用一种改写它的真实容量的方式 装置以为它真的那么大 但是你如果写超过4GB的时候 那个档案就坏了 就读不了了 甚至都自己被洗掉 但是你在档案列表面是看得到的 那最近啊 阿达在淘宝网上 又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这是携带型SSD 那容量呢 它上面标8TB 韩运才1300多块而已 这个用嚼掌响也知道不太可能 但是呢 我看它下面啊 又一大堆的好评 那今天 我们就把它开箱看看 它还很有诚意哦 它里面还有很多配件 这是8T的SSD 它还给一个吸行带 保护壳 甚至还送了一条 山寨版的小米手环 哈哈哈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开箱的这个8TB的SSD 我们看一下 里面长怎么样 它还送了一条传输线 好 完了 就长这样子而已 然后我想要先把它拆开来看一下 它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先撬看看能不能撬开呢 因为我已经没有打算要 管它保固的事情了 它其实有保固哦 而且那个 好像还有两年保 哈哈哈 不知道 不知道它打算怎么保法 哇 这边打不开耶 好 刚刚拆了半天没办法把它拆开 等一下我要用破坏工具把它破坏 但是在破坏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里面是长怎样 因为等下我破坏工具破坏完之后 就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哇 真的是8T耶 太神奇了 真的是8TB 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8TB 实在太神奇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看看 它到底能装多少东西 然后它速度跑怎样 我还没拆 但是我在拆这个应该里面是放了记忆卡 如果放个1T还算它有道德良心 那我们看一下最高读许速度是多少 它的写入是每秒18Mbps 读许是15Mbps 这个速度实在是太离谱了 好我们现在再换另外一个软件来试试看 我们现在选择1T 好 SSD 8T 好 跑完了 来看一下 TXBench Shutter 它一样是15-16Mbps 所以这个真的非常慢 那我在想啊 是不是因为 OK 我们现在是接Type-L的连接埠 所以速度有限 我准备了一条 USB 4.0的线 来外接这个随身点之后 我们再测第二次 好跑完了 那实际测出来的结果 跟Type-L的连接埠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这个速度其实远远低于 USB 2.0或3.0的传输速度 所以这个实在是有问题啊 那接下来啊 就要放心的把它拆开来看 里面到底是长什么鬼 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是很怕人家看到里面的东西吧 太烂了 太烂了 这个超级没诚意的啊 难怪速度这么慢 一张256也才5600块而已啊 放个两张 对不对 还放了一张 做RED速度多快 然后这边也封死 我看一下 那现在我们为了这张记忆卡 揭晓它的绅士之谜 真的太棒了 完全看不出来它的容量 多大 它里面就直接放个记忆卡 到时候我会把序话放上去 看有没有神人可以猜一下它的容量 最猛的是啊 这张记忆卡是Made in Taiwan 那接下来 我们用个外接读卡机来看一下 它的容量是多大 我猜啊 用这个外接图卡机读 读出来应该是8TB 我现在这样装上去之后 这个记忆卡就读不到 但是我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格式化掉 大家看一下 真实的容量是128GB 那这一个东西呢 它本身除了是个读卡机以外 我再猜啊 它这个晶片应该就是一个欺骗的机片 就是欺骗你的电脑说 诶这个东西有8TB 所以啊 大家如果看到网路上啊 有那种很便宜的SSD啊 价格非常不合理 千万千万不要买 像现在其实网路上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它是直接 也是像这种基板 它直接放两三个读卡机 然后直接插TF卡进去之后 把它用RAID做成一个大容量 来拉高它的速度 跟拉高它的真正容量 但是呢 那种东西很容易坏 而且呢 它的速度怎么样 也不会比真的SSD好 它的读写的次数 远少于真正的SSD 再加上它 这个东西已经很慢了 它要做RAID 你的资料会非常非常容易啊 就会有问题 阿达买这个是 我本来就知道 它一定有问题 但是我很想看看 它里面是搞什么鬼 讲不到啊 这是真的让我开了眼界啊 牛逼啊 如果喜欢这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也开启小铃铛 也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嘿嘿 想不到还有后续吧 跟大家讲 他的淘宝网的那个 已经下架了 他就是想说 哇完蛋了 就要赔了 后来我就用那个淘宝网客服 然后他里面有个请退款 我就拍照给他说 这个东西就是诈骗 过两天啊 还真的收到退款 爽歪歪啊 淘宝网买东西 还是有一点保障的 分享给大家正好